本视频由Tobier原创制作 在买车的过程当中 不少消费者都会有试车的需求 其实这也是再正常不够了 也只有通过试驾才能知晓 这款车的距离性能和舒适性 但是近几年因为试驾出的问题 可称是一波接着一波 那么如果在试驾途中出了意外怎么办呢 前段时间新闻上说有车要去买车 在试驾的时候因为操作不当 又没有看清楚路上的坑 所以直接撞了上去 导致两个车轮破损 就这件事 4S店要求全款赔偿 两个轮胎价值在几千元以上 对于这件事情大家都不好做评价 两边都有理由 但是两边都有责任 从车友的角度考虑 试驾的路段是由4S店所规定的 路面上有坑 是电源没有及时沟通 所以才会造成损失 但是从4S店的角度来看问题 这是由于车友的操作不当造成的 就这件事情一直没谈拢 商方都不愿意承担损失 所以对试驾这件事情 小编学的大家可以多考虑考虑 很开始去买车的车友 大多数都是新手司机 虽然试驾在做难免 但是一定要在试驾前 先检查好车子的质量 还有就是一般来说 在试驾前会签署一个试驾的协议 这个协议大家最好是看清楚 协议可以签署 但必须是合理的 否则就是无效的 消费者不要涉及蒙蔽 要知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还有就是如果4S店提供的试驾车 无牌无证无保险 这样的车我们最好不要试驾 万一出现了问题 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